弟弟打心眼里就不承认自己的哥哥 他看着前来送伞的哥哥 却怕同学嘲笑自己 有一个傻哥哥而不敢承认 甚至当自己的哥哥被同学欺负的时候 他也冲上去 用雨伞扎伤哥哥 因为这件事 父母同时提罚了弟弟和姐姐 在这天夜里 怀恨在心的弟弟 偷偷在哥哥的水杯里下了老鼠药 不料被姐姐发现并倒掉了 而此时出来关门的母亲 正好撞见了这件事 第二天 母亲一声不吭 当着姐姐弟弟的面 用杯子里老鼠药 毒死了哥哥养大的大白鹅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失望 父母的细心照顾 并没有让哥哥满足 他也希望自己 能够娶到漂亮的媳妇 当他暗中 像中了纺织厂的一位俏丽女工时 却没有勇气去表白 只好回到家后 向母亲求助 母亲深知自己的儿子的条件 不忍心让儿子受伤 我们来就会